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话说今回有圣方济 贪和也好像是圣方济 不过此圣方济就不同比圣方济 都有湾字 不过今次是荃湾 不如不要叫圣方济 不如叫共方济 现在都是方济郭先生 就为教宗 anyway 看看什么事了 荃湾的圣方济中河 在祖会时后就播这个 整个世界输了 老婆子女都走了 还债 还债 还我债 就是追溯歌曲 又叫国歌的物体 哦 这里又有一段故事了 国歌首先在微博那里 竟然被下架先 真厉害 这里做少少通识教育 那这些歌词是谁作的呢 一个作家 就叫田汉 来自田间第一人 很可惜 我想他没什么读过书了 就不是好把旧书都读到 不是怎么样 二言一见 演英明 推背图那些东西来的 但是 就成为这个风云儿女主题曲里面 那个 即是现在你听到的国歌 而田汉本身呢 湖南长沙人画剧作家 戏曲作家 1920年代的时候呢 七分宣传 三分肤显了 他有份的 那他就是当时 亲共作家组织的创造社成员 奈何了 想着1950年就是我的世界了 这个世界 又见这个世界 大众一起欢唱 但是呢 他就没得欢唱了 1966年的时候 就不知为什么 就是那些人看他不顺眼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他又被批 因为呢 他就写过一些叫做 大明大放那时候 可能 謝耀环的文章 这些批判文章 于是乎就由人民日报刊登 田汉的謝耀环是一火大毒草 那么批判他 因为呢 剧里面呢 就有剧力曼君的一句 曼君就是很重的 一一言就九鼎 一字就千金 就是在州之水要福州 为民请命 等等的字句 在州之水要福州 就参考自唐太宗 水能在州亦能福州 这些就是百姓 这个当时 那些人就说他是 紫桑骂怀了 将党和人民对立起来 哇 原来 不是蓬佩奥做第一个 是田汉做第一个 那这种呢 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于是乎 他就在社会主义学院那里 慢慢改造 王府者民联大流礼堂那里 就要不停地写忏悔书 就由那些小鬼队 各样去监察 那但是 大义地灭亲 为何又不离婚 他个儿子 田大卫 那就大义灭亲 委居个位 那跟党走了 就着这个 剧协党支部书记委派 就代表着革命群众 就和田汉对话了 每次要回报所有的对话内容 幸福感饱满感莫得感 和郭泰那些认证者一样了 因为当时被批判的时候 田汉是这样说的 他很高兴 他就说了 你们是站在革命一面 我就不是了 反革命那些 惭悔那样了 所以就很因为很高兴 他真心的 为什么呢 这个就叫做Differentiation 是一种异化的行为 他心里面说的那句 是真心的 所以可以珍切 但是呢 是以指其他的东西 以指些什么呢 能够由他的儿子田大卉 去批判他 那就是田大卉没事了 只要你大意灭亲 就没事了 对不对 1967年7月的时候 田汉就被化名 叫做李悟 就送入这个301医院 为什么要化名 以免其他人知道 有田汉这个人物了 再简单点说 就有四个字 死在一边 因为呢 他是有糖尿啊 所以有时啊 就说 这个个个都有的 不关糖尿事 就是这个叫做 迪迪仔啊 迪志远啊 小便就掉地 就是掉了下去了 而看管的 怎么做呢 就是要他去 就是怀疑他乞意这样 不负责任 要他趴下 弄干净 喝回他 那同时之间呢 又注射回一些葡萄糖水 就是打点滴 那没多久 田汉是因为什么呀 糖尿 尿毒 还有关心病 那么啊 去世 而当时解放部队呢 对田大卫呢 告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就跟他说 田汉已经死了 罪大恶击 四个字 所以他的儿子是 不敢 走过去 领骨灰 对哦 这些罪人的骨灰 就不可以领 所以田大卫呢 就没这样做到啦 那只能说一声活该啦 那还有用完即器的嘛 你首歌又作了啦 还有什么价值 没有啊 对国家没有贡献啊 所以呢 那就是即时消灭 无需审判 你一九六零年代都是的 很多那些华侨啊 就由海外回国 那样建设国家 那然后呢 他说没有田汉 那么好彩的那些 是DNA留不下去啊 因为全家呢 就连坐 没了啊 不见了人啊 雨化升仙啊 消失了啊 气化了啊 那但是 他们来生再做中国人啊 啊 即是可以落到去封都城的时候 作为这个冤魂啊 都继续 跳下跳下 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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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即是那一口气没得完啊 那然后跳下跳下 又哇 这个对他们真是莫大的惩罚啊 不过不紧要 喂 你知不知道的 即是那些人 很光顺啊 有啊 即是 新服务啊 你超到啊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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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走开,好了,那我们继续看看荃湾这里发生什么事,原来,哦,这样的,他们在吃早餐,那学校方面呢,就播放着这个国歌,而十四个学生,哇,牵连甚广啊,就被指了,啊,怀疑是违反了你怀疑而已,你找警方去裁定啊,找那些李贵华各样的那些去看一下啊,就不是学校说什么就什么的,你要问一下,对不对? 哎,这个学校擅作主张啦,我觉得不是很好,你是应该问一下李贵华那些,啊,赛展牌那些,啊,他们是不是因为播放歌的时候没有找龙斤啊,没有提供服务啊,这样的,但是呢,是隔扯啊,这里说,租校方停课三天,啊,还有即时离校,我不明白啊,你隔扯了啦,那又停课三天干嘛呢?我一身人都没被人停课过,哦,不是,就是说即时生效那样的意思,什么即时离校呢? 我以为隔扯了,就说说10月5号时候啊,荃湾圣方制中学,校方呢,就突然播起这个国歌,14名雨天操场的学生呢,就被指没有尊重到这个学校,没有尊重到学校,没有尊重到学校,没有尊重到国歌啊,不是,撈乱了,就违反这个国安大法,所以立令停课三天,所以即时离开学校 哦,原来啊,学校在每星期三,哎,你星期三不要吃饭啦,记住,啊,最好呢,就去洗手间啦,哈哈,给特别的日子呢,特别日子,很难遇啊,都会在组会播放国歌,也有教育局的人员到校视察,哦,可能做得不够, 所以啊,蔡若连就说,喂,这间学校这样啊,那他不是,就是都要教警察的嘛,那,找到了,14个,那你要教人上去的嘛,是不是,有名单的嘛,国安大工那些都是的,他摆下了啦,你说来不来港那些,基本上呢,你离开的时候,不是重点人物呢,暂时都更安全,但是呢,他又有空就会整件,有空就会整件的嘛,有了file的啦,交差啊嘛,拿猪仔引嘛,共产党的东西, 是这样的啦,学校都可能是的,你蔡若连要交数的,这个叫罗崔连,又有个年字啊,跟蔡若连好friending啦,那你就去了个翠字去啦,叫罗卓连的就算啦,不要有个语字嘛,饭位的这些,这个是副校长,就不是校长,有人说他是校长,他说当日并不是突然播的,是有宣布的情况下,他们呢,仍然进食早餐,就是不准食早餐啦,对校方和场合不尊重,所以是属于 违反校规,啊,女圈不改,多次在组会时间,啊,仍然食早餐,所以就停课三日,知会家长,即时离校,哦,就是校规是组会不准食早餐的,是不是?那你就就这样,组会不准食早餐这样东西咯,拿一块来说,他擅自啊,真是擅自的哦,他擅自说那些学生违反国安大法的,你都要找这个李贵华啊,啊,爪龙根啊,去justify一下才行的嘛,不是你说 说是又是的嘛,还衰到呢,这个罗副校长,啊,就在这里说,个人是没有直接跟涉事的学生对话,那你怎么知道呢?也没有指他们违反国安大法哦,原来没有,没有指,哦,就是没有指的,他就说当时呢,校长训话的时候呢,就告诫他们相同的行违在校外啊,就会触犯国安大法,咦,那就是校内就不触犯的了哦,那就是如果大家是想触犯国安大法,你可以在校内进行, 因为相关的行为呢,在校外是会触犯国安大法的,他这么说,这个罗副校长,我理解是这样啊,至于停课三日呢,会不会过于严重啊?他就说是,学生违反校规呢,有不同的罚则,对该校而言,以停课作为惩罚并非严重,哦,原来停课是不严重的,亦非康建之士,就是整天停人课的哦,他家学校的,那你要小心了哦,就是如果你是读荃湾性方制, 可能有空就停课的了,这些不是看见之士来的,他又澄清了,事发当日是没有教育局人员到场重点试学的,哦,他就是说不是为了微共的,这样做,他想撇清关系,可能怕收不到学生的,那是的,他又严格一点的,你想想,那间福建中学,都是教你贵的嘛,那我觉得那间好学校来的,我经常都说了,你的儿女是应该入这间的,他教定你将来在大湾区怎么做人, 啊,就是你孝道嘛,咕骨针茶,认错递水,懂得露颜皮失很重要的,是红梁该打,今朝硬起身未封茶,红梁你低打,昨晚去边我必定要茶,啊,封茶都不行,哎,大事啊,因为你个心不行,啊,好了,读者随后又表示了哦,就是报料那位, 当日呢,突然走向雨天操场,那个啊,扎骂的人士呢,就是该校的罗副校长,而不是校长哦,哇,说大话啊,就是罗副校长,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啦,因为他说明是校长的嘛,推了给校长的哦,他,我们找回他原话讲的,哈,这个罗副校长就解释了,罗翠连,哈,什么翠若连,什么翠连,这些兵营来的,一个年,两个年,这样,那这个罗翠连呢,就说了,他是个人, 啊,就没有直接同涉事学生对话,也都没有指控他们,违反这个国安大法,哦,没有直接同涉事学生对话,就是得他说,没有那些学生说的意思,我想是这样啦,唯有这样理解啦,如果他没有说大话,但是这句哦,他指当时校长呢,向备训学生,训话的时候,就告诫他们,在校外相同的行为,就会触犯国安大法, 在校内就不怕,后面那句我加的,原来在校内是可以不触犯,厉害,那但是呢,最重要一样东西是什么呀,他这句是误导了大家,就认为当时呢,就由校长去主理的,去训斥的, 原来是罗副校长啊,他就只不过没有对话而已嘛,就是单方便的制裁来的,这个,哎,真是过分,还要推给校长啊,好了,他又指被罚停课的学生里面,有人,在排队等候快差,就是那位报料读者说, 就不是校方说的,不愿意回去课室,啊,或者去到这个操场集团,就说校方大话连骗,懲罚停课呢,非罕见一事,这件事是绝对荒谬的,那大家不要口同鼻咬啦,有数据会好些的,首先校方应该公布一下,啊,停课作为懲罚,啊,这件事呢,到底次数是多少,一年里面,那就知可不可见咯,不用口同鼻咬, 可能,你又认为三日来说呢,是很罕见,他又认为三日这些,啊,他平时都罚人停课的啦,就不罕见,那但是这个罗副校长都胆大妄为哦,他说在校内就不会触犯国安大法,在校外的时候就会啊,原来有个这样的分别,还有我就说咯,如果他真的有指学生是违反国安大法,他是善作主张哦,因为你是要问一下这个李贵华,等他发落的嘛,是吧, 啊,还是那个郑彦彤啊,那个缸头鼠啊,那无论怎样都好,事件来说呢,罚停课是真的啦,而且呢,臭名远播,啊,就是人家福建啊,教你未来怎样跪啊,各样那家是不是好很多啊,这家,哇,玩些这样的东西,那但是停课而已,啊,他又没有报国安大功啊,啊,就是没有指控违反国安大法,那我想他是说得对的,就是这件事他没有指控,所以停课这件事是基于校规,啊,就不是基于校规,啊, 基于那些什么刑法各样,啊,那但是会不会是,就是装个局去陷害那些学生交数,啊,有机会,啊,还要制造不在场证据,啊,我们叫,啊,就是什么呀,啊,就是什么呀, 好,今天说到这里